说到出行 下面是条公路出行的好消息 从本月开始到今年年底 我国对单车价格不超过30万元的 2.0升级以下排量乘用车 减半征收 车辆购置税 这项政策一出台就引发了市场的积极反应 在深圳正在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 记者看到 各个展台都围了不少消费者 有的是来询问相关政策 有的则是来了解优惠车型 现场工作人员也明显忙碌起来 由于此次政策将可享受优惠的价格上限 定在了不超过30万元 这也让消费者多了不少选择 我们展台的话 有12台车型 全部都是可以享受购置税减半的政策的 我们根据购置税减半的政策 制定了很多的营销方案 据了解 今年我国首次对2.0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车购税 根据测算 一辆单车价格30万元的车辆 可享受15000元的购置税优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已经有不少人赶上了这一波的政策红利 一辆20多万的车 省了8000多块钱 我还挺开心的 按往常的销量的话算 我们每天的销量在2到3台左右 今天已经成交8台 看车买车的人不少 办理车辆纳税业务的也多了起来 在河北石家庄的这个办税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前几个月 每月来办理征税的车辆 在920到1200辆左右 而减征车购税政策落地后 6月1号当天来办理的征税车辆 就有将近300辆 相当于之前一个月办理总量的四分之一 之前咱们进行办理的人员 80%都是新能源车辆的纳税人 今天尤其人特别多 而且80%是征税车辆的纳税人过来办理的 通过这个咨询电话咨询的人也非常多 据了解 我国在2009年2015年 实行过阶段性减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当时都针对的是1.6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而今年的减征政策 明确为2.0升及以下 这意味着将有大约870多万辆乘用车 可以享受政策优惠 业内人士分析 政策在鼓励大众消费的同时 将进一步加速市场回暖 我们店的客户增加了很多 很多客户的话都咨询 关于那个购水减免的政策 具体细则是什么样 我们5月份的话 相比于4月份的客流的话 是上浮了9% 我们预计的话 6月份我们的客流和销量的话 还会有一个增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